郭掃外掃區 7公斤的扁 7公斤的屎 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屎經驗 今天要奉勸大家 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你在吃飯 關掉 如果你在喝飲料 也關掉 如果你再跟家族聚餐 那看一下好了 因為會蠻好笑的 簡介剛好在吃飯 先走了再見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 大便的經驗 廢話一句 大家一定都有 大便的經驗對吧 那我相信呢 你人生中大過大大小小 不一樣形狀 不一樣濕度 不一樣亮的大便 那我剛剛呢 滑手機滑著滑著就滑到了一片 很棒很棒很精闢的文章 在這邊希望一則一則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題 20種大便 第一種 幽靈屎 就是你感覺已經大出來 但在馬桶內 找不到屎的那一種 什麼意思呢 你一定有經驗 就是你感覺已經大出來 你明明就確定 有夾斷 東西有出來 可是你回頭看一下馬桶裡面 什麼都沒有 個人的邏輯就是 它應該是滑到了那個馬桶的那個底部 它藏起來了 然後你就好像沒有大過便 可是你拿衛生紙 擦屁股 有咖啡色 他去拿了 幽靈屎 第二種 清白屎 就是你把它大出來 看見它在馬桶內 但卻在衛生紙上找不到痕跡的那種 有時候會有這種經驗 我覺得拉肚子的時候比較長 就是你感覺 哇 洩洪了 什麼東西就出來之後呢 抽兩張衛生紙 一擦 什麼都沒有 好乾淨 彷彿我擦完了那兩張衛生紙沒擦過 我再把它放回去 也不會有人知道喔 第三種 就是你擦屁股五十次之後 仍舊感覺沒擦過一樣 因此你得在屁股和內褲之間 墊上一些衛生紙棉的褲子被墊污的那種 這個必人在下我就要分享一下 我個人擦屁股 我一定會抽到至少兩張 然後把這兩張呢 好好的交疊起來 增加它的厚度之後放在手上 這樣子我才能夠擦 一次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你有那麼浪費 你一張把它對折就好了 不不不不 你沒有想過 你屁股的屁股怎麼擦 就是 如果我把它對折 我這樣子擦 那我的左右兩側 有可能會沾到東西 然後它可能會被傳破 這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與其這樣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兩張的衛生紙 一次擦 第四種 續攤屎 通常發生在大完之後 把褲子拉上時 你發現 還得再多大一些的那種 有時候一擦屁股 還來不及穿褲子 我一擦可能刺激到 我又覺得 會再大第二次 再來 額頭青筋爆裂屎 撇條撇的十分辛苦 你幾乎用力的擠到 血管 你幾乎用力的擠到 血管脹破才暢通的那一種 應該是便秘啦 就是便秘到 你要瘋狂的用盡全力把它灌出來 第六種 如是重負時 就是 數量多到大完後 體重減輕5公斤的那一種 小故事分享 我有個簡潔 它曾經一口氣大了 7公斤的便 7公斤的屎 第七種 豪華家常屎 如此巨大壯觀 你擔心若不先用馬桶刷把它弄碎 可能會衝不掉的那種 不知道可能是這一小段的量 它就是很紮實很集中 你沒辦法夾斷 你一用力就是這一整段全部出來 第八種 氣泡屎 瓦斯含量較高 排出時產生巨大聲響 聽到的人都忍不住偷笑的那種 氣體甲碗全部堆積在一起 量一次灌出來 有種像 啊 的那種 就會是一次聲音聽到是 砰 第九種 玉米粒食 一目了然 吃了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那種 不一定局限在玉米粒啦 有時候可能吃到一些比較不好消化的 可能出來的時候 要檢查一下自己的糞便嘛 以示這個 在意健康 我們就回頭看一下 哎呀 很清晰你吃了什麼的那種 有點在表面表層 勢力甲上面有一些花生粒的那種 在這邊跟勢力甲巧克力道歉就是 對不起 我不是那意思就是 對不起 第十種 老天 真希望我可以大出來之喜 就是你很想大出來 但所有你能做的 只有在馬桶上抽幾回巾 放幾個空包蛋的那種 通常就是肚子很痛 然後到馬桶上之後呢 你不管再怎麼用力就啥都沒有 頂多 最多啦 我本人的經驗就是 炸出幾個羊大便 講到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排片通順是一個健康的表現 記得要好好的飲食啊 粗纖維啊 纖維素啊 好好的補充一下 第十一種 骨刺屎 就是大出來的時候 痛到你發誓 它是橫著出來的那種 太痛了 太巨大了 太粗了 導致於你拉出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這個管道 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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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種 建臀屎 就是飛快的從屁股拖出後 會建起大量的水花在臀部的那種 所以才會有一些人上廁所的時候 就是會先抽衛生紙 然後丟到馬桶裡面 讓衛生紙浮在水面上 就避免那種 東西墜落的時候水花會往上漸到屁股 這是我聽過一個蠻聰明的方式 但是有一點浪費衛生紙就是了 第十三種 液態屎 黃棕色液體 射出後灑滿整個馬桶的那種 這邊就是拉肚子啊 沒什麼好商量 就是用那種 第十四 上等屎 那種自視甚高 以為別人聞起來沒味道的那種 很少見啦 我覺得通常這種就是取決你到底吃了什麼 有時候我朋友上完廁所的時候我就懷疑說 哇靠你怎麼拉得出這種屎 感覺起來是你因為吃屎了 所以拉出來的屎是這個味道的那種屎 在你的身邊 呃 第十六種 醬料食 這種情形從來不發生在家裡 通常發生在晚會或重要會議 原本只是想放個小屁 但卻演變成 庫底的番茄醬 使得你接下來的時間都得 可以腳開開用O型腿走路的那種 我要分享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我跟我家人去吃這個小火鍋 吃完小火鍋之後呢 我是一個特立獨行 我喜歡一個人走到前面走得很快的那種 然後我走走走走走到前面 我突然感覺到 欸 我有個屁要放 我會看到他們在後 我的家人在後面 然後當時呢我就毅然決然的 集了我所有的氣功 凝聚在我的丹田 一個用力 就全部清一色一起炸到我的褲底 全部都是 然後呢 我就感覺到 不對 然後我就清晰的感覺到 啊 是湯狀的流出來了 我沒辦法再等我後面走路的家人了 我就走得特別快 邊走我就感覺到 邊有濕濕便 從我的內褲似腳褲 低到我的小腿肚 邊走邊低 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實經驗 第17種香檳屎 就是當那塊使你便祕已久的軟木塞 噗 的一聲離開後 會有泡泡狀的 嗯? 溢柱流出屁眼的那種 有時候你就是感覺到便祕 其實你不是全然的便祕 就只有一段在跟你耗 這個時候你只要用力把那一段給 噗出來之後 後面也就會一起通順 第18種爆破屎 就是在一個震撼性的屁聲之後 你必須檢查馬桶是否破裂的那種 這又讓我想到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高中的時候呢 有一個同學 他進南側上廁所 很急的進去 一脫固子一用力 在門外聽到的聲音是 很像他把馬桶噴破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傳聞了好幾年 某某某同學把馬桶噴破了 什麼樣的力道會讓別人 懷一把馬桶噴破呢 第19種 驅魔者是 黃棕色的液體從你的屁眼射出後 灑得到處都是 而屁眼有灼熱感 令人想起電影 鬼哭神豪裡面 嘔吐的小女孩 灑得到處都是 我真的很好奇 這種事情好像在國小特別容易發生 國掃外掃區 國小外掃區 掃廁所的 開門永遠會看到 這敦式馬桶就這麼大一個耶 這麼大一個耶 你是怎麼樣能夠噴到牆上 以及那個敦式馬桶的蓋上呢 不合理啊 我有時候想說 有人是不是蜘蛛人那樣撐在牆上大 還是他大的時候是 如果你有噴得到處都是的經驗 留言一下告訴我 拜託讓我認識一下你是怎麼大的 最後二十 躲貓貓屎 大到一半 他縮回去 然後生出來 縮回去 一直持續下去 這個情形應該也是便秘啦 就是 欸用力了 可是你力道不足 你的腸剛好收縮 他就這樣被 蛤回去了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二十種大便 不好意思啊 花大家這麼久的時間 聽一個這麼沒有營養的話題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我相信大便的型態白白種 不只這二十 如果你也有特殊大便的經歷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覺得你大過最特別的大便是什麼 OK我是達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記得訂閱 我是達爾 下次見 掰掰 請訂閱 請訂閱